探位前突然爆發大亂鬥 兩派人馬打成一團 其中一名女子把對方推倒 雙方火氣都好大 過程中還不斷叫囂 店家座椅也被掀倒在地 現場一片狼藉 那一頭有人嗆聲 立刻被人高馬大的白衣男 救助衣領不放 衝突越演越烈 誇張行為 卻被其他用餐民眾 給拍了下來 警方火爆到場處理 但喝酒醉的這群人 還是繼續大聲回嗆 袁錦強是執法將女子雙手上銬 不再讓他繼續失控 年夜鬥肉案發生在一號凌晨十二點多台南市中西區 酒民友人相約吃飯 沒想到卻因為喝酒醉 雙方禁酒時發生口叫 其中四人爆發激烈拉扯 把當地知名的滷味灘搞得一團亂 經調查連心該九名顧客原本認識 並於夜間相約分座兩桌吃飯 時間已因過往嫌隙引發言語衝突 衍生雙方四人友徒手拉扯 揮打情勢 朋友相約跨年夜吃飯聚餐 卻因為幾杯黃湯下肚 結束前突然大失控 讓原本開門做生意 想要大賺一波的店家 無奈遭到波及被迫提早打殃 近新聞圈 您黃一圈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